南投縣象棋協會為了發揚民俗國催運動 在草屯鎮太清宮舉辦太清宮杯象棋比賽 吸引了許多位象棋愛好者齊聚一堂 而透過象棋比賽激盪腦力 年長者不易老人癡呆 小朋友也能夠促進腦力運用 並培養良好的興趣 我從小爸爸就教我象棋 我感覺很好玩 我參加了三次 輸的時候我爸爸會跟我講為什麼會輸 我贏的時候爸爸跟我講 對手為什麼會輸 現在我在象棋社就可以一直打贏人家 象棋社會一直贏 藉由這次參加比賽可以跟很多的高手 互相切磋可以得到學習的機會 學習他們的邏輯思考 第一次參加嘛 那很高興也很期待 本次比賽除了縣內民眾參與 也有來自外縣市的象棋愛好者參與比賽 南德縣象棋協會理事長 建議員李周中 希望未來能夠持續舉辦比賽 推廣這項運動 泰青公盃 全國性的象棋比賽 可以說大家都全性的串聯 大家共同我們這麼好 這個驚喜的文化 可以繼續傳承 老少賢儀的 可以討回我們的性情 可以淨加我們耐性的訓練 以及各個都拿第一 大家期待得勝 透過本次泰青公盃項級比賽 南德縣警察局 草屯分局也到場參與 並加強宣導暑假期間 所實施的輕盡專案 與毒品查器等相關事宜 開車要離浪行人 注意到行人的安全 那最主要青少年在暑假期間休息 可能會利用暑假期間來打工 應徵工作 會遭受到詐騙 這個毒品的危害侵入校園 我們有注意到這個區塊 所以利用這個機會來宣導 拒絕毒品遠離毒害 提醒大家多注意 多關心青少年放假期間 來參與這些有意義的休閒活動 希望透過一年一度的泰青公盃項級比賽 能夠吸引更多人參與這項 老少嫌疑的項級運動 對於老人或是小朋友的 腦力激盪有相當好的挹注 也皆使發揚這項國粹運動 接著六勝草屯採訪報導